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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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曹立宗 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 今天我要继续给大家讲 这个有趣的主题 使用你的头脑 而且我今天要提到 在一个一件事上 要使用我们的头脑来思想 就是神迹启示 当神行作一个特别的神迹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一点头脑来思想 我想到有几节的经文 讲到一个女孩子的故事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 《路加福音》第一章的29节 这个是圣经里面 最奇妙的故事之一 在拿撒的一个小女孩 有个人才十几岁 还没有结婚的女孩 有一天天使向她显现 告诉她将要生一个孩子 那就是圣诞节的故事 非常奇妙的故事 当天使给她讲完这件事的时候 这里这样记载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29节 天使向她显现 给她讲话以后 这里说 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 可是她又反复思想 这样问安是怎么一回事 是什么意思 反复思想 还有第二章 《路加福音》第二章的18、19节 这是另外一个圣诞节有名的故事 就是牧羊人的故事 当牧羊人看见天上的异象 他们就进了伯利恒小镇 小村子 去探视刚生下来的 阴海耶稣 而且把他们遇见的 天使天君的事 还有他们说的话 告诉了玛利亚跟约瑟 在《路加福音》第二章17节 他们既然看见了那个小孩 就把天使论这个孩子的话就传开了 因为天使告诉他们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生了救主 就是诸基督 18节说 凡听见的 就差异牧羊之人 对他们所说的话 可是19节提到 一样在听这个很奇妙的事情 的人当中 有一位 他有不同的反应 就是玛利亚 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 这里说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 存在心里面 反复思想 《路加福音》第二章末了 最后一段记载主耶稣 12岁的时候 到圣殿里面去 当他的父母过完节 离开了以后 因为很多亲族 所以他们也没有 还在身边 他们也不介意 想说大家都一起走 走了一段路才发现 耶稣并没有跟上来 又跑回去 前后一共多花了三天的时间 发现耶稣 留在圣殿跟人家讨论 后来耶稣跟他们在对话 在那里告诉我们 在《路加福音》第二章 51节 虽然他们不明白 他到底在讲什么 这里说 他的母亲 把这一切的事 都存在心里 你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一个女孩 她是用头脑的 她会把事情 放在心里面 存在心里 去繁复思想 你有没有觉得 如果是我们 今天遇见天使 这么奇妙的经验 很多人的反应就是 接下去就是 要到处去讲 对吗 有可能他变成 做见证的红牌的讲员 玛利亚不是 他显然没有怎么去讲 说不定连讲都没有讲 而且这一存 存在心里面 一存就是三十年 一直到主耶稣 开始出来传道 他把他放在心里面 繁复思想 我就在想一件事 玛利亚应该是一个 非常平凡的女孩 圣经从来没有提到 她长得很漂亮 虽然现在 喜欢把玛利亚 画得很漂亮 而且她出身 很贫穷的家庭 虽然她的祖上 曾经有大卫王 这样的一个血统 可是到她那个时代 她一定是一个 很贫穷人家的孩子 我想她身上没有什么 特别吸引人注意的东西 根据圣经 当然也没有提到 玛利亚学校功课很好 很聪明 或者她很灵巧能干 长得身材好 漂亮动人 完全没有提到这些 我想她当然不是富二代 想一想看 像这样的人 当她特别看到 这么奇妙的意象的时候 应该成为 她很重要的筹码 对不对 可以成为 引人注意的事情 她没有 圣经提到这个人 都没有讲 我刚刚讲的那些特点 而称她叫做 蒙大恩的女子 或者说她是有信心的一个女子 相信的女子 我很相信 就是因为这样 玛利亚到后来 我想当主耶稣 出来传道 后来复活升天 丁十字架复活升天 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 玛利亚有可能 已经是中年以上的年纪 或许她活到蛮大年纪 有可能路加 陪着保罗到 耶路撒冷的时候 到了犹太地 到了巴勒斯坦 玛利亚也许还在 因为路加福音记载 关于耶稣降生的事 显然主要是 玛利亚的版本 很可能她后来 成为教会里面 最有智慧 最有见识 最吸引人 最尊贵 最被人尊敬 你也可以说最富有的一个人 我们要不要学习这个榜样 做一个用头脑思想这些事的人 而不要如果看见神迹 奇事 我们只是觉得 差异 觉得奇妙 也忙着去 给别人转述 圣经里面 也有另外一些人 他们常常有奇妙的经验 比方 但以理 但以理 在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 而跃升到 不但圣经的舞台上 也跃升到 巴比伦的 王宫的舞台上的时候 在那个之前 我想 他不是第一次 看见特别的异象 在那个之前 他应该不死的 就有这些经历 可是显然 他跟玛利亚一样 是一个存在心里面 繁复思想的人 这个一向是智慧的来源 有人讲得很好说 知识可以存济 智慧 却必须把事情想透 讲得很好 我再讲一遍 知识是可以存济累积的 智慧 必须把事情想透 还有人用这种方式讲 他说 你来学习鸟儿吧 特别学习猫头鹰 当你讲话的时候 你通常不会累积智慧 你要累积智慧 你就要安静 不要讲话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很可能 但一里就是像这样的人 所以圣经提到 他通达各样的学问 知识 聪明 都具备 有可能神继续让他 有这样的恩赐 看见异象异梦 又能够解释他 而且因此 带来很巨大的影响 跟他会用头脑来思想这些事 很可能有关系 约瑟是另外一个 不是主的肉身的父亲约瑟 是雅各的儿子约瑟 做埃及宰相那一位 他是另外一个 常常有奇特经验的人 从年幼 就会看见异象 做一个异梦 他 倒不是一直存在心里面 繁复思想 他好像会讲出去 对不对 他跟他的兄弟讲 跟他的父母讲 他们都很不愉快 因为他的异象 表示有一天 他要爬在他们的上面 你不要太以他为榜样 以为 我们都应该像他这样 去讲 我们所遇见的神迹奇事 事实上 约瑟讲那些话要付 他的代价 如果你想要跟他付一样的代价 有可能会被兄弟所卖 在埃及做奴隶 后来被关在监牢里面 过了十几年 才从那里面得到释放 如果你有预备要这样 也许你也可以这样去讲 否则我想我们不要那么快 公开的去宣扬我们所看见的事 我认识有人 他们一旦遇见这些事 也许有人给他说一个预言 会提到他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去宣扬 就去说给人家听 可是后来 事情并不照 他所听见的预言 这样成全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们有可能 就会开始扭曲 他所遭遇的事 把他夸大渲染成 应言那些先知的预言 有点要表明 他在神手中那么重要 神预先借着别人 预言他会怎么样 后来成全 可是到后来你就会发现 没有那种 继续单纯诚信真实那种味道 我也认识过 有一位牧师 他特别期待 在他的教会有这些 特殊的神迹 奇事 异象异梦这些 所以会中有一位姊妹 比较容易看见异象 就成为他们 教会里面好像超级明星一样 他们无论意见什么 总是去问问那个姊妹 有没有得到什么奇事 有一次他告诉我 他的教堂有哪些东西 是从奇事来的等等 可是后来他的教会 没有办法维持下去 结束掉了 所以我不应该批评说 一定跟他这些有关 可是我觉得我们对神迹奇事 有可能应该多一点去思想他 而不是只是因着发生的事情 觉得奇妙 差异去宣扬而已 你知道 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 希腊文被翻成神迹的那个字 原来的意思包括了一个记号 这样的意思 他不只是要表达一种很惊奇的事 让你狂喜的事 好像你去追逐去传说 它是一个记号 所以我想英文在翻译神迹这个字的时候 用的字很正确 他用sign这个字 sign 那就是记号的意思 如果一个东西是记号 我想那个意思就是 它本身并不是 我们应该专注的主体 它只是用来代表 另外一个更真实 真正的本体的事物 它只是一个记号 所以当你得到一个神迹 无论是一个异象异梦 一个医治 等等这些神迹的时候 你不要只专注在这一件事上 你应该去思想 它想代表什么 神借着这个 想要说什么 特别我们应该借着这个 去认识 行这些神迹歧视的神自己 而不是只是注意那个神迹而已 彼得在这一方面 有一个很好的榜样 彼得出认识主的时候 他见过了主之后 主给他改的名字叫彼得 他原来叫西门 我们熟悉的那个主呼召他来跟从我 然后应许他 你要得人如得语 发生在海边的故事 录家给我们多记载了一些细节 那一天本来他们 整夜都在打鱼 没有打到什么 后来主耶稣 在那里讲完道以后 清晨在那边讲完道以后 就要彼得他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彼得觉得 我们整夜打鱼都打不到什么 叫我们下网打鱼 他有点担心主会丢脸 你知道 让鱼没有打到鱼 可是他还是顺服主 就打上满两条船的鱼 那是一个神迹 因为彼得应该比主耶稣 更有经验的渔夫 可是录家给我们记载 彼得没有因为那个神迹 就觉得 好像他得到一个 终生的饭票一样 只要跟着主 一定就有这些 可能我们就会在那边 看看鱼一共有多少 然后就开始要去教会做见证 彼得不是 圣地告诉我们 彼得看到那满两条船的鱼 他没有留在那边 看那个鱼 他转身 往主那里奔去 跑到他的面前 跪下来 跟主说 主啊离开我 因为我是一个罪人 当然那是很奇怪的事情 可是那是正确的做法 他说主啊离开我 因为他意识到 神自己 他的圣洁 他的威严 所以他觉得 他无法站立在神的面前 可他又不是真的要逃离开神 他想要靠近神 他靠近神 说主啊离开我 因为我是个罪人 我想在那一天 彼得得到智慧歧视的灵 在那一天 彼得更多的认识神 在那一天之后 多一点存在彼得心里面 不是那两条船的鱼 而是主自己 那就是神机的目的 它是一个记号 神机其次是应该思想的 我给您讲一个故事 年轻的时候就读过一本书 也许您也读过 中国主任学协会出版的 《死亡九分钟》 《死亡九分钟》 他原来的书名叫 《Return from Tomorrow》 从明天回来 那讲到一个 那个作者叫George Ricci 他是后来成为一个 精神科医师 可是他讲的是 他当兵的时候 服役的时候的一个故事 那时候他是一个小兵 他因为有可能是 肺结核之类的病 后来在医院里面 医院判定他死了 白布给他盖上 可是后来他又活过来 在医院里面的记录 他一共死了九分钟 可是在他自己的经历里面 他行过来以后 都还记得那些经历 那九分钟里面 可有很丰富的经验 使他写成一本书 在那里主耶稣来跟他显现 他有一个非常非凡的 死过又活的经历 主把他带到一些地方 教导他一些事情 等等 在同类的书里面 经过死亡又回来 或者说看过天堂地狱的人 的经历里面 我自己特别喜欢这本书 死亡九分钟 他刚开始的时候 得到这个经历以后 逢人就说 他就发现 一些人都没有办法接受到 所说的 很礼貌性地听一点话以后 就把话题岔开来 大概觉得他 因为生病所以头脑不清楚 可能但是幻觉 一直到有一天 他碰到他的继母 他有一个很老的继母 他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 他忽然发现 他能够侃侃而谈 原来他的继母 是一个聆听的人 而且是一个敬虔的妇人 他没有否定他的话 他听完以后说 Rich我想George我想 主把一个伟大的启示赐给你 记得这些 他认真地思考这些事情 我读一点 他在书里面提到 他所思考的事情 他说我所遇见的那一位 是现在式的 他是事不可当的 无所不在的 因此没有任何一段时间 能够被复制成过去 他所同在的那一段时光 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很想要 主把那段时光的那些经历 还给你 他说突然间我明白了 想要寻回在往日时光里面 在意象当中所看见的 他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益处的 虽然他讲这个话的时候 他说虽然那只是 十五个月前发生的事而已 可是我领悟到 如果我想得着一样的 基督的临在感 我必须每一天 从他所安排我遇见的人 我的环境里面去认识他 而我发现 当我去照顾一个病患的时候 我会忘记自己 就在那个时候 我就容易寻见基督 甚至在病人的身上 看见基督的样式 感觉到神的同在 我就想到 我当时也是死了以后 才看见他的 会不会 我在思想会不会 我们里面有一些顽固的部分 非要死不可 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清楚 看见神 他思想得很好对吧 他不是只描述 他那个奇妙的经验 而是借着那些 他做了很进一步的思想 我不知道你读 是福音书 读到主耶稣在世上的生活 福事 你有没有注意过 有好几次 主耶稣行了一个明显的神迹之后 都交代人 不要去给他宣扬 主似乎并不喜欢 人家因为 听见神迹 或者期待神迹 才来跟随他 有的人会说 因为那时候 他还没有从死里复活 等到他从死里复活 教会建立 他就叫我们去宣扬 可是我觉得不是这样 因为 在福音书里面 仍然有一些时候 主耶稣叫人家去宣扬 他把那个在格拉斯安 被鬼附的人 把鬼赶出去以后 那个人想要跟随耶稣 耶稣 不许他跟随他 却告诉他说 你去你原来的城里面 去宣扬 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 所以并不是 主复活以后才这样 而且就是主复活以后 教会建立起来以后 我不觉得使徒们 也带着那个态度 使徒行传记载 使徒们行的神迹 常常并不是 以那么 好像大张声势的态度 去宣扬 你看那一天 五星节那一天 教会出建立的那一天 圣灵好像 如舌头火蛇一样降下来 那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 后来彼得起来讲道 对吧 他并没有描述说 刚刚看见一个 多么奇妙的意象 他没有 他传讲的是 圣经里面的话 传讲福音 是主自己表演的那个神迹 而不是彼得他们去叙述的 后来他们经历 别的神迹的时候 比方叫一个 生来瘸腿的人得到医治 他们也没有用 很张狂的态度 或者是虚张声势的去 描述 去希望人家因此信福神 他们就是很自然的 传讲福音 他也让那些神迹 一个一个很自然行出来 没有那些神迹的时候 他们一样宣传神的道 事实上有一次 保罗因为行了一个神迹 把一个鬼赶出去 反而使他 没有办法继续在那里传道 被关到监牢里面去 所以我觉得 很可能神 喜欢我们遇见神迹的时候 不要只想着 现在我们得到一个特别的经验 就要去叙述给别人听 让人因为这些超级的事 对神更加有信心 神好像不一定要这样做 我不愿意告诉您 你不应该去说 我也不愿意告诉您说 您应该去说 我只是说 不一定要去说 让神代理吧 可是更要紧的是 当我们经历这些的时候 用一点头脑去想一想 因为神迹是一个记号 不是他本身 一个人得医治或者这些 那不是事情的核心 而是那个背后是什么意思 当我们经历一个神奇妙的作为 我们不急得去说的时候 而像玛利亚一样 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 您知道 通常沉添过的东西 就会产生一些更纯净的东西来 就像伊利米书里面提到 神把神的百姓 从这个地方 卤到另外一个地方 让他们借着环境的变迁 好叫他们像酒在渣子上面 能够澄清 那都是经过一些年日 借着不同的遭遇 我们让一些东西在我们里面沉淀 这种让我们所经历的事 我们所听见的东西 我们所看见的事 沉淀在我们的心里面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您要不要试试看 无论做什么 经验什么 之后都用一点时间安静 不急着说什么事 不急着去做别的事 更多有一些安静的时间 让东西可以沉淀下来 不要急着要去搅动它 到时候你才有可能把一些渣子 生命当中的杂质 跟那个已经澄清的东西给分离开来 好像你的生命能够变得更纯净 我讲的有点 哲学有点奥秘 有点抽象 可是那是真实的 您要不要试试看 所以今天我特别告诉大家 试试看 要用一点头脑思想 关于神迹起始 比方于梦来讲 所罗门用他的智慧 在传道书第五章里面说 多梦和多眼 其中多有虚幻 你只要敬畏神 盖恩夫人是一个被认为奥秘派的人 她也常常有很奇妙的经验 可是她告诉我们说 你晚上睡觉做了梦 早上起来不要一直想那个梦 如果真的出于神 你不会忘记的 即使你忘记的 神也会再提醒你 早上起来最好 来到主的面前比较好 不要一直想那个梦 有的时候 明明那个梦没有什么意思 被你一想就变得有意思了 有的人蛮喜欢这个的 宋尚杰博士 二十四季上半夜 中国那个伟大的步道家 他也是有很多奇妙经验的人 可是他有一个态度 我觉得很好 他祷告求神 让他少一点做梦 好叫他能够有更充分的睡眠 白天有精神 我觉得这是好事 让我们效法这些人 好吗 不要只被那些神迹奇事所吸引 而是要知道那是一个记号 因着看见神迹奇事 带给我们的一个惊讶 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好叫我们可以去思想 那个背后神的作为 特别是思想神的自己 下一次我们将要更多地提到这一件事 我们下一次再会 来吧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避将从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的一条心 踏避到路 因为学会被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被处于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言语被处于耶路撒冷